向前冲 小英雄 加油 欢迎来到南大陆超竞速大奖赛 青龙几连小组赛第二场 现在四支车队都已经进入发车区 猪猪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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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迷虎博士 猪猪侠他怎么了 这次排位赛竟然失手 在最后起步 放心吧 我早有计划 五三 我们走 豆丁姐姐 你这是在干什么 别乱叫 现在我才是姐姐 五分钟后我就是姐姐 猪猪侠提前叫我不行吗 太麻烦了 谁赢了 谁就当一点姐姐 不是更简单吗 好办法 比赛即将开始 今天冠军到底是谁呢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 一赴全境 好不容易拿到干位 这个优势我可不会轻易让给你 今天我一定要赢 当一整天姐姐 那要看我愿不愿意 机会 你们慢慢争 我先走一步了 答应了 追 星航 我来了 我们一起上 不用着急 我们先跟在丛林车队的后面 利用他们跟暗影车队相互制衡 火地 还在磨蹭什么 快上来帮忙 来了 糟了 你被隔开了 必须想办法把位置拿回来 计划成功 利用丛林车队牵制住大飞和无语 没错 我们挺进前三名 拿积分的机会增大了 要想跟无语配合 我得想个办法带他突出重围 就让我看看谁最倒霉吧 下个弯道走外弯 大飞不但将失控的车救了回来 还能超越陵墓 不愧是青铜赛数一数二的强者 这家伙也太作用了吧 不是失误 也不是运气 大飞那是故意的 你们要小心路上的碎石 你不要过来啊 你不要过来啊 真遗憾 火地选手被刚才的事故波及 不得不退赛了 喂喂喂 你怎么开车的 这点技术还敢来参赛 你说什么 糟了 我的轮胎 糟了 没了丛林车队牵制他们 计划失败了 狡猾的大飞 难道就这么让阿影车队溜了 迷糊博士 接下来怎么办 简单来说就是 没有其他计划了 领队也不是万能的嘛 迷糊博士一直这么不靠谱的吗 习惯就好了 既然大家都没招了 干脆试试我的计划吧 什么计划 什么计划 猪猪小 猪猪小 出战后毫无保留的消耗轮胎 这是什么特别的战术啊 猪猪小 你到底在干什么 要是我们俩一起追 也许永远都追不上 只要我不惜一切代价拖住阿影车队 幸好才有足够的时间赶上来 猪猪小 不要缺用 爆裂冲锁 这家伙轮胎一点也不省人用嘛 毫无喘息空间的贴身攻防战 双方根本无法保留任何实力 准备好了吗 幸好 猪 猪猪小 我明白了 我会让你失望的 幸好 什么时候 真不愧是星航 跟猪猪小配合得很棒啊 嗯 是啊 多好的配合啊 星航以后还能遇到见的搭档嘛 哼 怎么能让你给星航制造麻烦呢 无鱼 很好 无鱼 就这样了 帮我拖住猪猪小 嗯 糟了 轮胎的磨损比预期的还要大 竹竹侠因为轮胎打滑 也成为了第二个退赛的车手 星航快走 竹竹侠 放心 你的牺牲不会白费的 原来如此 牺牲猪猪小的轮胎就是为了消耗我 哼 那就让你们先高兴一会儿 你再靠近尾声 仍然有三位选手存在夺冠的可能 太精彩了 不愧是我看中的人心行 我现在是你的头号粉丝了 最后的弯道 究竟谁能率先重现 快到终点了 太棒了 这下大飞没辙了吧 好耶 胜利再挖 不对劲 幸好小心 大飞要返程了 怎么可能 接下来可就是下坡了 它只能减速了吧 好啊 好啊 什么 这 为什么会这样 鱼鱼 你怎么看出来的 我也不知道 就是感觉它会想外线 今天的比赛真是峰回路转 恭喜最后获得冠军的大飞选手 对不起 你今天已经为车队抢到了三个积分了 多么了不起啊 要战胜大飞的话 下一场还有机会 想要赢的比赛 我有个招 不过你们得跟我比一场 他是 我呀 峰鹤呀 你不是想找到战胜大飞的方法吗 跟我跑一次就懂了 你说真的 我疯鹤 说话算话 情况怎么样 是他紧急 我得回去一趟 明天的练习 也是时候让新航一个人面对了 harmon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